老板来我家拜年,却被我爸妈错认成我的相亲对象。 他将我堵在房间,声音冷得要死,公司规定不允许谈恋爱,忘了。 年初六,我妈一大早就把我从被窝拖出来,塞进了浴室。 给你半小时的时间,洗澡换衣服化妆,你未来老公马上就到了。 未来老公?我在浴缸里抛了快半小时,才反应过来, 好像是我妈给我定下了一位相亲对象,约在今天见面。 听说对方还是一位三高人群,颜值高,智商高,收入高。 末地,门外似乎响起一阵说话声,应该是人到了。 隔着两道房门,我都能听见我妈那自带音响效果的笑声。 我慢吞吞地出了浴缸,扯起浴巾裹上,忽然,卧室门开了。 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我妈进来催我了。 我裹着浴巾出了卫生间,不用催,我马上就。 一个好字顿在嘴边,如梗在吼。 进来的人哪是我妈,是我年近三十,帅得不是人的老板。 周瑜。 我们私下里开玩笑,都爱叫他周瑜,说来也巧。 我姓巧,名字里还有小字。 卧室门紧闭,我和老板周瑜面面相去。 老老板,我裹紧了浴巾,说话时舌头直打结。 他淡淡应了一声,然后缓步走了过来。 一步,两步,停在我面前,手一抬,将我抵在浴室门口的墙壁上。 公司规定不许谈恋爱,忘了,心脏剧烈跳动。 倒不是怕丢工作,主要是老板离我太近,我心慌慌。 强自镇定地将他推开歇,我善笑道,你离我太近了,我怕我一抬头亲到你。 周瑜仍定定地看着我,别转移话题。 我沉默了一下,没忘。 说着,我又小声辩解了一下,我没谈恋爱。 到他把我抵在浴室门口的那一秒,我都还是单身。 对,周瑜唇角勾了勾,眼底却没什么笑意,是没谈恋爱,直接相亲了。 老板,那是应付我妈的。 我解释得很清楚,可周瑜就是不依不饶,威胁我如果谈恋爱就要被炒鱿鱼。 我没忍住,反驳了一句,老板,人家都是不允许办公室恋情,凭什么咱们公司连私下里的人身自由都要管。 周瑜瞥了我一眼,回应得很理所应当,凭我给你发工资。 行吧,金主的话永远都是对的。 虽说公司这项要求很不合理,但是因为周瑜工资给的比同行业都高,所以我们也都忍了。 老板,大过年的,你来我家做什么? 我善笑着问他,不动声色地转移这话题。 周瑜瞥我一眼,拜年。 年初六了,才想起来拜年。 再说,这人冷着一张脸,不像拜年,更像是微服思寻。 扯了扯玉金,我有点脸红,那你先去客厅。 我换个衣服,马上出去。 周瑜的目光顺着我的手往下扫,似乎勾了勾唇。 说完,这人收回目光,倒是听话地出了门。 我松了一口气,来不及换衣服,先给同事阿花发了个消息,描述了今早的这段魔幻经历。 阿花的消息回得很快。 不是吧,姐姐,周瑜的不准恋爱规则,全公司只对你有效,恐怕只有你不知道吧。 周瑜的不准恋爱准则,只对我有效。 短短一句话,犹如惊雷,将我炸得外焦里嫩。 捧着手机愣了半晌,直到门外传来,我妈不悦地催促声,我才回过神,匆匆换了衣服出门。 客厅。 终于坐在沙发上,我爸妈一左一右地坐在她身边,这人脸上却不见半点慌乱,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从容。 甚至还抽空抿了一口茶,一副气定神贤的模样。 我慢吞吞地走过去,却越听越觉着不对劲。 我爸妈似乎是把她当成我的相亲对象了。 周瑜却也不解释,我爸妈问她的各种情况,她就老实回答,说自己名下有一家公司,就是没说公司名字叫什么。 说公司员工有数十人,就是不说其中一人是我。 我爸妈越听越欢喜,看周瑜那是上上下下哪都满意。 我爸更是把话题延伸到了名字上,就连名字也般配,一个叫周瑜,一个叫乔晓晓,绝配啊。 说到名字,我的两位活宝爸妈终于察觉出几分不对劲来。 周瑜。 我妈疑惑地推了推老花镜,王姐介绍的,不是姓陈吗? 我心意紧,下意识地去看周瑜。 结果,这货依旧淡定,阿姨,我。 话说到一半,便被一阵敲门声打断。 我飞快地跑去开门,门开,入眼是一张不太美观的脸。 我愣了一下,请问你找谁? 她将我上下打量一番,目光着重在我脖子以下肋骨以上的地方停留了几秒, 然后笑道,你好,我是王姨介绍来相亲的。 我有着片刻的头疼。 王姨不递道,这哪是她口中的三高人群,明明就是个猥琐宅男, 我不赞成以貌取人。 但是,面前的人头发都没洗,与我差不多的身高, 一低头还能看见上面星点白蟹,白色衬衣上, 还依稀可见几星有点。 我沉默几秒,然后猛地将她拽了出去。 一路拽着她走到电梯口, 我按了下行键,不好意思了哥们, 我有男朋友了,我爸妈不知道, 闹了个乌龙。 说着,我在她发火之前,塞过去一百块钱, 麻烦你跑一趟,这是路费,慢走不送。 收了钱,这人的脸色瞬间由音转情, 好说,那我先走了。 说完,她便痛快地进了电梯, 我松了一口气,飞快回家, 然后,在周瑜微微诧异的目光中, 我走过去,当着我爸妈的面, 特亲密地把她搏梗揽住, 转头看向我爸妈, 爸妈,实不相瞒, 我俩一见钟情, 刚刚在房间里就私定终身了。 我也是脑抽了, 被那位头皮谢哥震惊到以后, 便打着周瑜的主意, 让他继续冒充相亲对象, 稳住我爸妈。 然而,片刻的沉默过后, 我妈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 悠悠开口, 小瑜刚才说, 其实他是你老板。 草率了。 我骑虎南下, 转头看了周瑜一眼, 然而, 刚刚被我爸妈左右夹击 都还镇定自若的大老板, 此刻却略显局促, 尤其是耳垂, 红得特显眼。 在我爸妈装模作样地 看向旁处时, 周瑜在我耳边咬着牙低声道, 叔叔阿姨在, 别让我失态。 失态? 是我理解的那种失态吗? 客厅内, 四人沉默着。 我妈笑咪咪地打量着周瑜, 率先打破了沉寂。 小瑜啊, 你结婚了没? 没有。 周瑜应着声, 微微汗手的模样, 看起来似乎还有点乖巧异味。 那你有女朋友吗? 听见这个问题, 我也紧张了起来, 暗戳戳地看了周瑜一眼。 周瑜是不是单身, 始终是个谜。 说他单身吧, 又总有美女去公司找他, 周瑜似乎也来者不惧。 说他有女朋友吧, 每次去的姑娘还都不重样。 文言, 周瑜也抬头瞥了我一眼, 又很快收回目光。 没有, 阿姨, 我单身很多年了。 我妈那张脸, 瞬间笑开了话, 单身好, 我们瞧瞧也是单身。 说着, 我妈把我往前推了推, 硬是把我推到了周瑜身边。 小瑜啊, 你看我们瞧瞧怎么样。 周瑜淡淡瞥了我一眼, 四目相对, 我竟紧张得有点腿软。 缠了我们老板那么久, 我都没在公司表现出一丁点, 我妈上来就挑明了, 我有点紧张。 然而, 在这个问题上, 周瑜却沉默了。 一秒, 两秒。 几秒钟过去, 周瑜忽然看着我笑了, 瞧瞧挺可爱的。 虽说这个挺可爱的回答, 我并不满意, 但是, 她叫我瞧瞧爱。 我妈笑咪咪地撮合我们, 小瑜啊, 你和我们瞧瞧多有缘啊, 名字般配, 长相也合适, 你个子高, 瞧瞧矮, 你瘦, 瞧瞧胖, 刚好互补。 我, 妈, 说得挺好, 别再说了。 幸好, 我妈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见周瑜不接话, 她便极力邀请周瑜中午在家吃饭, 然后拽着我爸出门买菜了。 直到听见关门声, 我才松了一口气, 老板, 我善笑着看她, 我爸妈在撮合咱们, 你就当没听见, 留下来吃个午饭就好。 我妈做得糖醋排骨一绝, 周瑜没应声, 反倒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瞧瞧瞧。 嗯, 忽然被点名, 我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 等她的下文, 却见周瑜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一遍, 随即勾了勾唇, 素颜还不错。 啊? 我愣住, 却听她继续说道, 所以, 以后上班还是别画你的日常烟熏状了。 真当谁喜欢整天画熊猫眼吗? 还不是之前听她夸赞某个烟熏状的妹子好看, 我才整天暗戳戳地投起锁, 简短地交流之后, 气氛再度沉寂下来。 我和周瑜并肩坐在沙发上, 她品茶, 我喝水, 各自沉默着。 忽然, 我放在茶几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拿起一看, 瞬间头疼。 是我的狂热追求者, 大学同学, 孙策。 说来也巧, 我们仨的名字都快上演一部小三国了。 孙策微信发了我一句话, 简洁明了, 霸总气十足, 我回来了, 来给叔叔阿姨拜年。 人家拜年都是初一二, 他和周瑜是商量好的吗? 集体大年初六拜年。 我正措辞准备拒绝时, 敲门声响起。 门开, 孙策那张帅气中带了几分傻气的脸, 出现在视线中。 还提了很多东西, 从水果到米面烟酒, 两只手提得满满灯灯。 瞧瞧, 叔叔阿姨呢? 他特自来熟地放下东西, 弯腰换鞋, 我一从老家回来, 就换身衣服来给二老拜年了。 我头疼无比。 周瑜性子本就难以琢磨, 要是看见孙策, 误会成我男朋友, 估计又要嚷着吵我鱿鱼了。 然而, 我还一句话都没说, 一转头, 便看见周瑜走到了我身后。 一言不发, 静静地看着孙策, 微微凝着眉。 孙策这个二货, 欢欢喜喜地换了拖鞋, 估计是余光看见我身后 有双男式拖鞋, 竟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叔叔新年快乐。 说着, 这货还要磕头拜年。 幸好我眼疾手快, 拦了下来, 大哥, 你看清是谁在拜年? 这货每年都给我爸妈行大礼拜年, 拦都拦不住, 问他原因, 他说他们那边给岳父母过年拜年, 都要行大礼的。 还有个原因就是为了, 我爸妈每年给他包的大红包。 孙策抬头, 愣愣地看了周瑜一眼, 脸色一变再变, 一张小脸瞬间惨白, 小小, 他是。 我回身看了周瑜一眼, 小声应道, 我老板。 孙策神色瞬间一松, 原来是小小的老板, 他快步上前, 伸手到周瑜面前, 幸会幸会, 总听小小说, 他老板年轻有为, 平日里也对他颇为关照。 然而, 周瑜保持着单手抄袋的动作, 没伸手, 气氛有些尴尬, 我看了周瑜一眼, 试探性地喊了他一声, 老板。 周瑜瞥我一眼, 脸色仍旧冷冰冰, 倒也伸了手, 和孙策短暂地交握了一下。 孙策一副男主人的架势, 毫不在意周瑜的冷漠, 一路笑脸地 把他迎到了沙发前坐下。 周瑜抿了一口茶, 声音低沉, 你是? 孙策看了我一眼, 笑意阴晕了那双眼, 我是晓晓的未来老公。 我一口茶水全喷在了他脸上。 神气暗未来老公, 我真谢谢他。 被我喷了一脸的水, 孙策倒也不怒, 反倒笑嘻嘻地 用手背随意擦了下脸。 当然, 晓晓现在还没同意。 余光里, 周瑜微微挑眉, 他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 孙策的笑将在脸上, 那张脸帅气中 又带了几分傻气, 显得颇为憨厚。 周瑜握着茶杯喝茶, 却是看也不看他一眼, 我们公司不允许谈恋爱, 为者, 开除。 孙策愣了几秒, 然后小心翼翼地 看了我一眼, 说话声音不大, 却底气十足, 开就开呗, 小小和我在一起的话, 我可以养他。 周瑜微微挑眉, 抿了一口茶, 没说话。 气氛有些紧张之际, 我爸妈买菜回来了, 见到沙发上坐着的孙策, 都愣了一下。 然而, 孙策却是一如既往的热情, 他飞奔过去, 接过我爸妈手中的菜, 叔叔阿姨, 你们太客气了, 我又不是客人, 你们还买这么多菜。 我妈飞快地朝周瑜这边看了一眼, 尴尬地向孙策陪着笑, 没说话。 眼见那边气氛尴尬, 我正准备过去, 起身的那一刻, 却被人攥住了手腕。 是周瑜。 他略移用力, 我脚下不稳, 瞬间栽倒在他怀里。 这人反手扶住我的腰, 将我轻轻推开, 同时在我耳边低声问道, 他经常来你家。 我偏开头, 脸烧得厉害。 也没有, 就是逢年过节会过来。 脸红是因为刚刚那一瞬间的接触, 被他拂过的腰支温度攀升了许多, 灼热感透过单薄衣衫, 层层蔓延。 我恋爱经验不多, 这种让人脸红的肢体接触, 更是几乎没有。 不知是不是错觉, 在我否认的那一刻, 周瑜微微促起的眉心, 似乎有着几分松缓的迹象。 我松了一口气, 快步走去了我爸妈那边, 因为, 孙策这货把菜提去厨房后, 已经拍拍膝盖, 准备拜年了。 我爸妈一脸紧张, 一人拽着她一只手臂, 孩子, 说声过年好就行了, 别弄那么大阵仗了。 孙策一脸执拗, 还想在坚持时, 被我拽开了。 好歹也算相识多年, 我了解她的性子, 便低声劝道, 你这样会让我老板认为 我们家欺负你, 老板对我印象差了, 容易扣我工资。 闻言, 孙策眨眨眼, 默默地同意了。 这家伙空长了一张眉清目秀的脸, 虽说智商颇高, 但情商低得可怜。 我两句别搅的理由, 他也瞬间相信了。 沉默两秒, 孙策拿起墙上挂着的围裙, 套在身上便钻进了厨房, 叔叔阿姨, 你们去陪小小老板聊天吧, 今天的饭我来做, 我最近厨艺见长。 我妈想拒绝, 进了厨房几次, 却都被她硬生生推出来了。 最后, 我和爸妈坐在沙发上陪周瑜聊天, 孙策自己在厨房闷头做菜。 转头看了一眼厨房里那道忙碌的身影, 我心里难免有点过意不去。 这个傻子恐怕还不知道, 自己忙得热火朝天的, 是在给情敌做饭。 犹豫半晌, 我趁着爸妈和周瑜洽谈之际, 起身去了厨房。 需要帮忙吗? 孙策闻眼转身, 朝我笑了笑。 他正在处理一条寄鱼, 那鱼还没死透, 尾巴猛地一抽, 吓得孙策惊呼一声, 一把将鱼扔进了油锅。 溅起一阵热油, 甚至还有油星落在了我手臂上。 我还没来得及躲开, 便被人护住。 是不知什么时候走来的周瑜。 明明把我拽走就可以了, 他非要弄一出偶像剧情节, 转身将我圈在怀里, 用身子挡住后面锅里蹦践的油星。 虽然举动有点装的嫌疑, 但是我还是没出息地心动了一下。 另一边孙策慌乱地把锅盖盖上, 一转头, 错愕地看着我们。 老板, 沉默片刻, 他慢吞吞地开口, 谢谢你护着我家小小, 但是你的手能不能拿走? 说着他脸色难看地朝我腰间指了指, 眉心促着, 显得有些委屈。 然而, 直到此刻, 我才发现周瑜的手正须须搭在我腰上, 姿势显得有些暧昧。 脸一红, 我伸手推他, 然而, 没推动。 瞧瞧瞧, 这人的忍耐似乎到了尽头, 当着孙策的面, 他把我圈在墙角, 你喜欢这种类型的。 我眨眨眼, 似乎从他眼底看见了几分醋意。 墨地想起同事阿花的那条信息, 脑子一抽, 我仰头看着他, 没回答问题, 而是反过去逼问他, 周瑜, 你这么紧张, 是不是喜欢我? 周瑜他沉默了。 在我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 这人耳根处一点点泛红, 足足过了十几秒, 周瑜才开口。 他松开须搭在我腰间的手, 眉心微醋, 否认得特直白, 没有。 后退一步, 他的声音滴滴响起, 只是不想让你因为谈恋爱, 耽误工作而已。 而已。 所以, 是我自作多情了。 不知为何, 说完这话, 周瑜眉心促得更紧了。 我感觉有点丢脸, 又有点难过,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善笑一声。 阿花他们开玩笑说的, 我就说你肯定不会, 呵呵。 说完, 我连忙绕开它, 走去孙策身旁, 吸吸鼻子, 闷声道, 鱼糊了。 哦, 孙策手忙脚乱地把鱼盛出来, 鱼身黑了一大片, 难闻地交味传来, 一如我的心。 不知是不是错觉, 我似乎听见身后传来一道周瑜的低探声。 很轻, 轻到我怀疑是自己的错觉。 鱼糊了, 孙策默默地把鱼扔进了垃圾桶里, 然后清洗锅具, 我便跟在一旁切菜。 周瑜很快被我爸妈叫去了客厅聊天, 毕竟是我老板, 他们也不会让他跟着在厨房帮忙。 周瑜离开后, 厨房里一阵寂静。 两久, 直到孙策再度开了火, 往锅里扔葱花时, 才忽然闷闷问道, 小小, 你是不是喜欢你们老板? 我愣了一下, 几乎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客厅。 有那么明显吗? 公司里暗恋周瑜的人很多, 年少有为又好看的男人, 无论在哪都是香波波。 我低头切菜, 回过神, 还是轻声否认, 没有, 他是我老板。 葱花微微浇了, 孙策又手忙脚乱地往锅里扔菜, 隔了好久, 他才闷声说了一句话, 其实你老板也挺好的。 我有些诧异, 多年来, 孙策一直是我的狂热追求者, 他是个神经大条, 又很热情的人, 从不会吝啬表达, 这么多年过来, 他喜欢我, 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我抬头看他, 却见孙策一股脑的网锅里放各种调料, 无意间抬头, 我瞥见他的眼角, 一片通红。 我张张嘴,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吃饭时, 气氛有些诡异地尴尬。 爸妈一边忙着招呼周瑜, 一边又要顾着孙策, 两位老人家忙得团团转, 那两人又都有些沉默。 几乎没什么人动快, 主要是, 这菜太体验难吃了。 而且, 每道菜都各有个难吃之处, 要么盐多得酷死人, 要么甜腻腻, 要么老抽倒太多, 黑乎乎一片。 尤其是一锅苦瓜排骨汤, 苦瓜占了大半锅, 我尝了一口, 好家伙, 比我暗恋周瑜失败都要苦。 饭吃了没多久, 周瑜忽然接到电话离开, 临走时, 他和我爸妈礼貌道别, 我送他到门口, 这人低头看着我, 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半赏, 他促着眉收回目光, 走了。 我正正点头, 只来得及说一句, 开车慢点。 终于离开后, 孙策似乎又恢复了正常, 坐在饭桌前, 给我爸妈讲他春节期间 在老家的趣事, 逗得二老哈哈大笑。 我站在门口远远看着, 莫名想起了 刚刚周瑜微微醋着眉的样子。 没有, 只是不想让你 因为谈恋爱而耽误工作而已。 第二天早上, 我顶着一对黑眼圈起床洗漱, 初七, 我们公司开工。 想起昨天在厨房里的对话, 我才忽然反应过来, 我当时出于尴尬, 不小心提到了阿花, 会不会连累她。 然而, 我忐忑了一上午, 非但没见周瑜找她查, 相反, 阿花还升职加薪了。 理由莫名其妙, 因为阿花去年 每天准时上班, 工作态度良好。 公司同事, 所有人都准时上班啊, 不然扣工资的。 所有人都一头雾水时, 我却忽然想起了 昨天在厨房的那段对话。 难道周瑜是因为, 我无意中提起, 阿花说她喜欢我, 可是, 她昨天明明否认了。 我忍不住胡思乱想, 却又不敢细想, 生怕自己再一次自作多情。 那天在厨房里, 周瑜猝着眉说, 只是怕我影响工作的模样, 仍历历在目。 不过, 上午我去茶水间泡咖啡时, 还是被阿花堵住了。 老实交代, 她抬手勾着我脖梗, 声音压得很低, 是不是你给老板灌什么迷魂汤, 说了我的好话了。 提起周瑜, 我心头一紧。 没有啊, 我闷声道, 我哪有那能耐? 切。 她松开手, 在我腰上不轻不重地推散了下, 姐姐怎么说也是酒精情场, 就周瑜那个愣头青, 对你什么意思, 我一眼就能看出。 最后一个来字, 阿花没能说出口, 她僵着身子, 正正盯着前方,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是周瑜。 她端了个空杯, 已在茶水间门口, 看着我们俩。 这人走路向来悄无声息的, 我甚至都不知道 她是何时出现的。 阿花反应特快, 这人把我往前一推, 善笑着说了一声老板好, 便绕过周瑜, 飞快离开了。 我踉跄两步, 不多不少, 刚好走到了周瑜面前。 这人伸出手, 须扶住我手臂。 我怀疑, 阿花是故意的。 气氛有点尴尬, 我扫了一眼 她空空如也的水杯, 没话找话, 老板, 你要泡咖啡。 她顺势把咖啡杯递给我, 浓一点, 我喜欢喝苦的。 说完, 这人竟转身就走。 我愣了两秒, 只能特狗腿地跑去泡咖啡, 然后小心翼翼地 端去了周瑜办公室。 门是虚掩着的, 我端着咖啡推门进去。 周瑜正低头看一份文件, 神态认真而又专注, 窗外阳光正好, 我有着片刻的失神。 回过神, 我走到桌边放下杯子, 老板, 你的咖啡。 周瑜抬头看了我一眼, 嗯, 谢谢。 说完, 她端起杯子吹了下热气, 你晚上留下来加班。 加班? 不等我询问, 她继续说道, 最近小刘负责的项目, 你跟进一下, 今晚加班给我一套方案。 说完, 周瑜抿了一口咖啡, 眉头却梳地皱挤了几分, 我会留下, 陪你一起加班。 一起加班? 我没忍住, 我没忍住, 巧声问道, 一声唾了一声。 这TM也太苦了。 晚上, 下班时间, 看着身边同事特积极地收拾东西下班, 我生平第一次, 希望自己赶快开始加班。 十几分钟后, 公司只剩下了我和办公室里的周瑜。 我们公司向来是出了名的下班神速, 上班大家都是踩着时间线道, 下班则几乎都在五分钟内冲出写字楼。 然而, 我肚子在电脑前坐了快半小时, 也不见周瑜从他办公室里出来。 这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同啊。 我正犹豫要不要寻个理由进去找他时, 忽然有人喊我, 小小, 是门口的方向。 我转头看去, 却瞬间愣住孙策, 你怎么过来了? 他一手提着两个保温饭盒, 另一只手则拎了个塑料袋, 透明的塑料袋里似乎装了几罐啤酒。 扬了扬手里的塑料袋, 孙策笑呵呵地跑过来, 看你朋友圈说要加班, 怕你饿, 专门来给你送饭的。 那那些酒又是咋回事? 见我丁酌装酒的塑料袋, 他摸摸鼻尖, 酒是给我自己买的, 今天做的菜比较下饭。 我回过神, 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下午的时候, 我没按捺住, 发了一条抱怨加班的朋友圈。 可是, 名为抱怨, 实际上, 是我忍不住在窃喜啊。 窃喜, 有一个和男神单独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看着面前笑容真诚, 而又略显傻气的孙策, 我沉默了一下, 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 没有赶他离开。 然而,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周瑜办公室的门忽然打开, 始终没有动静的周瑜, 在孙策出现的三分钟后, 开门出来了。 终于走到我桌前, 扫了一眼孙策拎来的保温饭盒, 做的什么菜。 孙策愣了一下, 却还是老实回答, 爆炒鸡针, 溜肥肠, 香辣鱿鱼须, 果然都是下酒菜。 周瑜听后微微挑眉, 扯起临桌一把椅子, 在我办公桌前坐下, 抬头看向孙策, 我也饿了, 一起吃一点, 不介意吧。 孙策正正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摸着鼻尖傻笑了下, 不介意, 您是小小的老板, 别说是这点菜了, 就是让我现场炒俩菜都行。 说完, 孙策打开保温筒, 一个里面装着爆炒鸡针和溜肥肠, 另一个里面装着白米饭和香辣鱿鱼须, 开盖的瞬间, 香味肆意, 看来孙策没吹牛, 他最近厨艺的确进步飞快,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 周瑜坐在了我和孙策中间。 筷子不够, 孙策还自告奋勇地去楼下便利店, 买了些一次性筷子。 我们仨吃着面前的盒饭, 气氛安静到有点诡异。 吃了两口, 孙策打开一罐啤酒, 咕嘟咕嘟喝了两口, 然后畅快地打了个酒格。 沉默两秒, 他又拿起两罐啤酒, 递给我和周瑜, 一起。 开什么玩笑, 我还要加班赶方案的。 我正想拒绝, 却见周瑜接了过去。 他接过两罐啤酒, 转头递给我一罐, 问了和孙策一样的话, 一起。 我正了正, 匆匆接过。 不得不说, 酒的确是一个十分神奇的东西。 半罐啤酒自然不会醉人, 可是气氛倒是无形中缓和了几分。 孙策看了眼手表, 忽然惊呼, 世界杯开始了。 说着, 他转头看向周瑜, 小小老板, 你们公司的电视能看吗? 说着, 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电视。 周瑜抿了一口气, 可以。 孙策欢呼一声, 跑去打开了电视, 搬着椅子坐在我俩前面, 欢欢喜喜地看起来世界杯。 我和周瑜则坐在后方安静地喝酒。 三罐啤酒, 很快被我和周瑜喝没了。 周瑜拿起手机, 不知给谁发了条消息。 没多久, 楼下便利店的老板 忽然送上来许多冰镇啤酒, 以及一堆比较下酒的零食。 我酒量比较差, 差不多第三罐时, 我便已经头晕了。 孙策坐在前方, 一边喝酒, 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世界杯, 还时不时地发出一声欢呼 或懊恼的叹息。 周瑜也看了几眼, 时不时抿一口酒。 许是喝了酒的缘故, 我胆子也大了些, 单手托着腮, 静静地打亮着周瑜的侧脸。 真好看啊! 尽管相识已久, 却还是会因为这张脸 而感到惊艳。 我握着啤酒罐抿了一口, 目光顺着她的眉眼 细细描摹而下, 不知是不是酒精作祟, 我有些口干舌燥, 尤其是目光落在她的喉结上。 周瑜喝了一口酒, 喉结悄然滚动, 一同悸动的, 还有我那颗不太安分的心。 看得正出神, 不惊然间, 周瑜忽然转头看过来, 我吓了一跳, 手一抖, 刚巧把手机碰落, 掉在地上, 发出一记闷响。 我下意识地弯腰去捡, 却刚巧和同样去捡手机的周瑜, 撞到了头。 保持着弯腰的姿势, 我抬头看她。 我们本就坐得不远, 此刻以同样的姿势抬头对视, 距离近地可怕。 我再往前一点点, 便能亲到她了。 我将这动作, 有点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脑中有一个声音在疯狂叫嚣, 让我趁着酒进亲了她, 事后也可以拿喝多了, 当作借口。 可是, 理智又让我有点发怵, 正当我犹豫时, 周瑜却不知有意无意地 往前凑近了几分。 她的唇贴上了我的, 一阵温软。 那一刻, 周遭万物瞬间失了声, 我正正地盯着周瑜近在咫尺的眼, 脑中一片空白。 这个轻轻触碰的吻持续了几秒, 周瑜身子再度伏低几分, 似乎想要加重这个吻。 然而, 前面的孙策末地站起身来, 高呼一声, 这球漂亮。 孙策这一嗓子极为突兀。 我和周瑜本就作贼心虚, 几乎是瞬间分开。 周瑜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 反正, 我是脸红心跳的, 不敢抬头看。 救命。 我和老板接吻了, 还是在孙策身后。 孙策转过身来时, 我和周瑜已经分开, 坐在了各自的椅子上。 我红着脸, 也趁机悄悄打亮了周瑜一眼, 却见他身子微微倚在椅背上, 单手抵着下颌,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反常。 我有点失望, 是不是对他而言, 刚刚就只是喝醉酒的状态下, 一个不经意的接吻。 心底一酸, 我偏开头, 转而去看孙策, 却瞬间愣住。 你眼睛怎么红了? 孙策双眼红红, 线长睫毛眨呀眨, 一米八几的大男孩, 此刻却隐隐有种破碎感。 孙策叹了一口气, 用手背随意地抹了一下眼睛, 攥起啤酒罐, 仰头咕嘟咕嘟, 一口气喝光, 然后畅快地打了个酒格。 没事, 这球踢得太烂了, 气得我心口疼。 说着, 孙策又打开一罐啤酒, 再度坐回了椅子上。 背对着我们, 又沉迷到世界杯的激烈氛围中。 片刻, 终于侧头看了我一眼, 我瞬间紧张了起来。 他目光落过来的那一刻, 我甚至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手足无措中, 我也抬头看他。 四目相对, 他微微凝着眉, 眸色很深, 其中阴晕着的情绪, 我却半点都看不懂, 只能从他眉心促起的痕迹里去猜测, 他是不是懊恼刚刚那个意外的接吻。 我也只是猜测, 哪里敢去询问。 沉默了两秒, 周瑜递给我一盒卤味, 尝尝, 这个味道不错。 我下意识地接过, 谢谢老板。 然而低头一看, 却瞬间愣住, 这是一盒鸭舌。 不知是不是我想多了, 我末地想起了刚刚那个意外的吻, 忍不住老脸一红。 可能是我的反应太激烈, 终于也反应过来, 飞快地拿回鸭舌, 随手换了和鲁味鸭翅。 我接过, 再一次低声道谢, 气氛有些尴尬。 这次加班, 最后以这顿家餐的结束告终。 世界杯拨了一半, 孙策已经喝空了一排啤酒, 捏空最后一个一拉罐, 孙策转头看我们。 我收拾一下, 你们继续加班。 我柔柔眉心, 头晕得要命, 哪还有精力加班工作了。 余光里, 周瑜似乎转头看了我一眼, 不用, 明天再加班做吧。 说完, 周瑜拿起椅背上搭着的外套, 静止起身离开了。 我看了一眼周瑜离开的背影, 心里有些不适滋味, 亏我还以为, 刚刚那个莫名其妙地吻之后, 我们之间会有什么进展。 结果周瑜不但只字未提, 就连离开都是轻飘飘的, 甚至都没客套地问一句, 要不要送我回家。 刚刚还因为那个吻而飘飘然的一颗心, 现在却彻底沉下。 我站起身, 默默地收拾垃圾, 刚往垃圾袋里塞了两个空酒瓶, 便被孙策按在了椅上。 孙策抢走垃圾袋, 贴了我一眼, 看你的状态就是醉了, 还逞能装什么垃圾? 说着, 他弯身开始收拾桌面, 声音很低, 坐着等我吧。 孙策动作很麻利, 短短两分钟便装好了所有垃圾, 还顺便替我擦干净了工作桌。 走吧。 孙策站在我面前, 手里还拎着两大袋子垃圾, 我送你回家。 我点点头, 跟在他身后离开了公司。 扔了垃圾, 孙策拦了辆出租车, 熟练地报了我家地址, 然后主动坐去了副驾驶。 一路上, 孙策始终天头看着窗外, 向来话牢的他, 今天却始终一言不发。 我有点疑惑, 可头实在是晕得厉害, 便闭着眼休息, 直到出租车停在我家小区门口, 孙策才转头叫我, 声音很轻, 小小, 到了。 我脚步虚浮地下了车, 无意间回头看了一眼, 却忽然愣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身后不远处, 那个牌照625的黑色灰藤, 应该是周瑜的车吧。 他跟来我家做什么? 我记他车牌号记得特殊, 因为当初我被点名, 陪他出去谈业务, 回公司时, 又陪他去摇了个车牌号。 说来也巧, 明明是他随机摇的号, 第一个摇出的尾号, 居然就是我的生日, 625。 彼时, 周瑜愣了几秒, 然后淡淡地说了句挺巧的, 便轻描淡写地留下了这个车牌号。 回过神, 我正准备上前询问, 然而车内的周瑜似乎没看见我, 毫不减速地从我面前开过。 我正在原地, 直到周瑜的车子消失在视线中, 我才渐渐回过神来, 原来就只是路过而已。 后退两步, 我朝孙策笑笑, 没事, 我回家了, 你也早点回去吧。 孙策租的房子离我家很近, 就在隔壁小区。 孙策点点头, 却在我准备走时, 开口叫住了我, 小小。 我回身看他, 却见孙策正正地看着我, 四目相对, 他却又匆匆移开了目光。 没事, 你到家后给我发个消息。 我点点头, 告别后, 我转身进了小区。 只是, 走到拐弯处, 一回头, 却还看见他站在原地看着我, 对上我的目光, 孙策隔着老远, 朝我挥挥手, 然后转身离开。 第二天, 周瑜难得地没来公司。 周瑜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即便是发着高烧, 都要来公司处理一下工作, 再去医院打吊瓶。 身为老板, 他比我们公司年年得勤奋奖的老张, 还要拼, 他不来公司的次数趋值可数。 午饭时, 大家不免议论纷纷。 有人说周瑜生病了, 也有人说老板一定是去相亲了, 直到阿花惊呼一声, 我, 曹, 老板要结婚了。 老板, 结婚? 这四个字在我脑中炸开了锅, 我后知后觉地转过头去, 刚巧阿花也抬头看了我一眼。 对视一眼, 她咽了咽口水, 低声说道, 我刷到老板的微博, 说她要向女朋友求婚了, 而且, 在线求方案。 女朋友? 我愕然转头, 看了一眼窗外, 脑中乱糟糟, 那些和周瑜有过的短暂接触画面 都涌入记忆中, 剪不断, 理还乱。 同事们纷纷围过去看微博, 一阵唏嘘时, 忽然有人惊叹, 我知道她女朋友是谁了。 上周有一天我加班, 刚好看见有个美女来找老板, 俩人一起离开的, 看起来还挺亲密。 众人向她询问对方身材长相时, 这祸眸子一眯, 满脸消遣, 当时没敢抬头盯着看, 偷偷打量了一眼, 没看清脸, 不过身材一绝。 七, 闹了半天, 连个正脸都没看见, 大家七声一片。 我坐回椅子上, 鬼使神差地打开了周瑜的微博。 无心工作, 摸鱼摸了一下午, 却忽然找到了周瑜的小号。 不过, 如果不是通过特定的某几个事件描述, 让我确定它就是周瑜的话, 我真的不敢相信。 因为周瑜平日里的性子清冷淡漠, 且情绪喜怒无常, 前一天还将我堵在浴室里, 警告不许相亲, 不许恋爱, 第二天却能对停车场里 热吻的一对公司员工视若无睹。 包括他的微博大号也特高老, 这人很少发博, 偶尔会发一张照片, 配文也是寥寥几字。 然而, 小号却精彩无比, 活脱脱就是个暗恋某人的大男孩, 再确切一点来讲的话, 就是个偷偷暗恋别人的闷那斯大男孩。 我甚至都忘记了难过, 只剩错愕, 原来他是这样的周瑜。 想不到啊, 大家七嘴八舌地在周瑜大号微博下留了言, 出了好多求婚的点子。 我担心如果只有我不留言的话, 会被人看出我的小心思, 所以也象征性地评论了一句, 带老板娘去蹦极求婚吧, 比较浪漫。 我是随手评论的, 说的却也是心理话, 蹦极求婚。 应该会很爱, 才会在跳下去的那一刻, 说一句, 我爱你吧, 反正想想就觉着浪漫。 不过, 大家洋洋洒洒评论了几十条, 周瑜却一个都没回复过, 反而在公司群里说了一句话, 别摸鱼了, 赶紧工作。 不过, 让我意外的是, 这周末公司团建, 周瑜一改往日吃饭喝酒, 唱K的老三样, 改成了集体蹦极。 对此, 大家都对我投以抱怨目光。 很显然, 周瑜在一众提议中, 选中了我那个最不靠谱的求婚提议。 我哭笑不得, 所以我这是歪打正着, 让自己有幸见证周瑜给他女朋友的求婚吗? 尤其是昨天晚上, 我亲眼看见有位身材鲜瘦的长发女人, 来了我们公司, 并轻车熟路地进了周瑜办公室。 许久以后, 周瑜才和他一起出来, 女人跟在周瑜身后, 走得很慢, 鼻梁上架着墨镜, 一边走, 一边转头细细地打量着我们, 颇有种女主人来视察的风范。 许是做贼心虚, 在他看向我这边时, 我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在抬头时, 对方已经和周瑜一同离开了。 我松了一口气, 却又忍不住在脑海中慢慢描摹她的样子, 身材鲜瘦高挑, 虽然墨镜遮住了半张脸, 但露出的轮廓仍旧能看出对方是个标准的美人。 不过, 阿花来找我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她勾着我的脖子, 意味深长地叹道, 你不知道, 我离得近, 刚刚仔细看了几眼, 则, 虽然保养得很好, 但是还是难掩岁月的痕迹, 皮肤都有点松弛了, 年纪肯定不会太小。 我将信将疑, 真的假的? 当然, 阿花撇撇嘴, 脖子是最能观察一个女人状态, 且很容易被忽视的部位。 我刚才仔细看了看, 她肯定比周瑜大不少, 明白了吗? 朝我挑挑眉, 阿花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随即被经理叫走安排工作了。 我则坐在椅上出神, 所以周瑜真的找了一个比她大很多的女朋友。 回想起那女人身上价值不菲的穿搭, 我心里一沉, 周瑜她该不会是找了个年纪大的富婆吧。 周末, 周瑜在公司群里发了消息, 要求所有人全员出席本事某蹦极场所, 缺勤的话直接开除。 就连之前公司有重要会议时, 周瑜都没这么重视过。 看来, 她应该对那个老富婆很上心吧? 老富婆是我在心里给周瑜未婚妻起的外号。 我酸溜溜地想, 说不定哪天周瑜发现对方其实年老色衰, 然后终止这场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感情。 不过, 就算她离开老富婆, 心里还有个暗恋的姑娘呢。 我去得早, 在蹦极场所等着大家时, 默默刷了刷中于那个小号, 就是不知道她暗恋的姑娘到底是谁。 对方的那些描述, 闷 as you 隐晦, 根本无法推测。 不过, 我左等右等, 却没等来一名同事, 反倒等来了周瑜。 来蹦极, 这人竟然还穿了正装。 周瑜缓步走到我面前, 西装笔挺, 就连领带都打得一丝不苟。 浑身上下每一处细节似乎都精心打理过, 帅得犯规。 我看得微微失神, 却又很快反应过来, 匆忙站起身, 顺势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没话硬找话, 老板, 可能是我来早了, 你没来早, 是他们迟到了。 说着, 周瑜低头看了一眼万表, 走吧。 走, 我愣了一下, 去哪儿? 周瑜瞥我一眼, 淡淡吐出两字, 蹦极, 我彻底正住, 就咱们俩。 我正正地看着他, 本就不太聪明的头脑一时有些转不过弯来, 可是, 你未婚妻还没到呢? 周瑜迈出的脚步又收了回来, 他低头看我, 眉心醋了醋, 未婚妻。 我点点头, 描述得颇为隐晦, 就是来公司找你那位年纪稍大一点的女士。 周瑜顿住脚步, 抬手, 线长指尖在眉心处捏了捏, 语气压得很低, 又似乎带了几分无奈。 那是我妈? 我妈? 我被这两字惊道, 一时说不出话来, 愣了半晌, 才勉强憋出一句话, 那阿姨可真年轻。 周瑜瞥我一眼, 没说话, 反而攥住了我的手腕, 朝着蹦极区域走去。 我有点惊讶, 有点了然, 有点狂喜, 也有点腿软。 真的蹦极? 还是饶了我吧? 我连忙攥住他手腕, 脚步顿住, 老板, 就咱俩去蹦极。 周瑜倒也停下了脚步, 回身看我, 神色认真而又虔诚, 你不是说喜欢蹦极求婚吗? 我想了想, 也觉着生死之间 油然而生的情感, 才最能打动人。 听他扯到生死, 我腿软得更厉害了, 连忙劝阻, 我当时以为 你要和别的女人求婚, 所以才说的这个提议, 我哪敢蹦极呀。 我话音顿住, 却见周瑜静静地看着我。 我以为他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并准备改变主意, 谁知, 几秒后, 他忽然轻声笑了。 所以, 乔小小, 你终于明白 我是要向你求婚了? 我末地愣住, 随即脸色一红, 怎么忽然就扯到这了? 我当然明白了, 我就算是反应在迟钝, 也该反应过来, 周瑜是要向我求婚了。 我有点腿软, 一来是因为害羞, 二来是因为害怕, 还想劝他放弃蹦极时, 周瑜攥住我手腕的手, 忽然紧了紧, 另一只手在我头上 轻轻揉了下, 别怕, 有我在。 聊聊数字, 我竟真的不害怕了。 周瑜神色认真, 竟也有种别样的魅力,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他眼底的虔诚, 让我莫名地安下心来。 我被他攥着手腕, 一路拽去了蹦极台上。 绑蹦极装备时, 我咽咽口水, 往下瞥了一眼, 那高度, 我再度腿软, 老板, 我紧紧揪着他袖口, 你直接求婚吧, 咱别蹦了。 不行, 周瑜微微蹙眉, 模样认真极了, 都到这一步了, 勇敢点。 他居然还劝我勇敢点。 我来不及反驳, 便被他塞进手里一个东西, 圆圆地, 有点割手。 我低头看了一眼, 是一枚钻戒, 钻石很大, 应该不是某女星口中那种不值钱的碎钻, 在阳光下格外晃眼。 我愣了愣神, 抬头看它, 却见周瑜偏头看向别处, 耳垂有着可疑的红韵。 给你的。 周瑜声音很低, 语速极快, 挺贵的, 带好了, 蹦极别掉了。 我正正地看着掌心那枚钻戒, 手指下意识地抹擦着, 所以, 这就是周瑜的求婚。 挺贵的, 带好了, 它还能再随意一点吗? 来不及吐槽, 工作人员已经催促我们走上跳台了。 我心意紧, 连忙把钻戒带好, 下一刻, 便被周瑜钻住了手腕。 它转头看我, 唇角勾了勾, 难得地带了几分笑意。 别怕。 话落, 它拽着我走上跳台。 小小小, 它低声念着我的名字, 我有没有说过, 咱们的名字是绝配? 站在几十米高的跳台上, 眼睛不由自主地往下挑着, 我哪还有心思回答它这话, 只能敷衍地摇摇头。 然而, 周瑜攥着我手腕的手, 却收紧了些。 其实, 最开始我是惊叹于我们的名字, 一个周瑜, 一个乔小小, 听起来似乎是天声一对, 所以便把你叫去了办公室, 想看看叫这个名字的女生长什么样。 饶使我吓得双腿发软, 此刻也来了求之欲, 忍不住轻声追问她, 所以你看了以后发现怎么样? 周瑜勾纯, 挺可爱的姑娘, 瘦瘦小小, 皮肤特别白, 算不上特别明艳的类型, 但是特别耐看, 最主要的是有点傻傻的, 第一次进我办公室时因为太紧张, 左脚扮右脚, 把自己扮了个狗吃。 最后一个十字, 周瑜在触及我目光的那一刻, 又生生咽了下去, 她摸摸鼻尖, 做了句总结, 总之挺可爱的, 而且是相处越久, 越觉着可爱的那种。 我安静地听着, 却是哭笑不得, 所以周瑜微博小号里描述的那个 宛如智障的傻白甜, 居然是我。 我还来不及感慨, 便被通知要准备跳了。 工作人员的这句话 瞬间把我拉回现实, 我深吸一口气, 然而瞥了一眼台下, 还是腿软的。 周瑜站在我身前, 掌心在我头顶轻轻妈撒了下, 怕的话就抱着我。 我犹豫了一下, 也固步地害羞了, 双手紧紧缓住她的腰。 我以为周瑜会大喊一声, 我爱你, 然后抱着我跳下去, 并在空中吼着问我 愿不愿意嫁给她。 然而, 现实似乎和想象中出入有些大。 我们站了半天, 谁都没敢跳, 最后还是被工作人员给推下去的。 然后, 山谷中回荡着周瑜的惨气, 喊叫声。 明明跳之前, 她还特淡定地告诉我, 怕就抱着她, 结果跳下去时, 反倒是她如同巴爪鱼一般, 手脚并用地 孤在我身上。 我耳边除了阵阵风声, 便是周瑜的尖叫声。 我不理解, 那个以高冷著称, 性子难以琢磨的老板, 居然会在蹦极时吼到破音。 不过, 倒也有让我感动之处, 周瑜一路尖叫中, 还不忘向我求个婚, 阿乔小小嫁给我吧。 我想笑, 但一咧嘴, 却灌了一肚子疯。 连忙抿住唇, 我默不作声地回报住了她。 这样的周瑜似乎也挺可爱的, 起码, 比起平时那个淡漠又执拗的高冷老板, 多了许多烟火气。 蹦极结束, 周瑜一身行头都乱了。 可能是由于紧张, 西斧扭扣都崩掉了一颗, 领带松了, 也歪了, 精心打理过的发型也变得凌乱不堪。 她不太满意地对着手机简单整理了下, 逼着嗓音给自己找步, 要不是你留言说要蹦极, 我肯定会选个浪漫唯美的求婚方式。 我也拿起手机照了照, 屏幕中的我头发凌乱, 也没比它好到哪去。 我还后悔呢, 早知道她要求婚的对象是我, 打死我也不留言, 说要蹦极求婚。 多新鲜啊, 两个人鬼哭狼嚎地 被绳子绑着吼完了求婚对话, 全程嘶吼着, 一回想都觉着尴尬的要命。 然而, 周瑜却似乎并不觉着尴尬, 直到蹦极结束, 我才发现她居然还弄了个无人机, 全程记录了我们俩的蹦极过程, 并美其名曰, 记录美好时刻。 我都不用看视频, 单单是想想, 我俩蹦极时因恐惧而扭曲的脸, 以及那些鬼哭狼嚎的吼声, 都没办法感觉到美好。 但是, 当晚, 周瑜悄悄发了个官宣朋友圈, 是一个十秒的视频, 截取的是我们蹦极时的一小段录像。 录像中, 我把头紧紧埋在她脖梗, 周瑜抬头看了一眼摄像的无人机方向, 微微勾唇, 然后颤抖着嗓音吼道, 瞧小小嫁给我吧。 视频的末尾, 我抬起头来, 一张脸下得惨白, 却还是弱弱地回了一句, 哎呀呀好。 翻外篇, 我和老板周瑜订婚了。 是的, 我们跳过了恋爱的步骤, 从互相暗恋, 一夜之间直接到了订婚这一步。 在那晚那个莫名其妙的吻之后, 我的闷的老板终于转了醒, 跳过恋爱步骤, 直接买了钻戒向我求婚。 然后当晚官宣, 第二天便提着一堆礼品去了我家, 美其名曰提亲, 速度快地令人扎舌。 问起周瑜, 他便神色淡淡地回复几个字, 憋了太久, 慢不了了。 对此, 我爸妈当然是一百八十个乐意, 这对恨不得赶紧把我嫁出去的牢两口, 看周瑜是哪哪都满意。 我的家庭地位直接从过去的, 我妈狗狗, 我爸我, 变成了周瑜我妈狗狗我爸我。 反正, 我还是排名最末尾的那一个。 我和周瑜的恋爱开始得格外顺利, 一夜之间, 我就从过去苦哈哈暗恋老板的不起眼小员工, 摇身一变, 成了老板娘。 当初周瑜官宣的那条朋友圈下, 清一色的虚伪祝福, 只有喝醉了的阿花打破队形, 评论道, 老娘早就看出你们俩中间那点小酒酒了, 要不是我这个聊机, 老板你能抱得美人归。 因为这条评论, 所有人都为阿花捏了一把汗, 包括酒醒后的她自己, 然而, 阿花第二天暗戳戳地删了评论, 一整天过去, 非但没见周瑜找她麻烦, 反而再一次等来了加薪的消息。 这次加薪的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阿花关心老板私生活, 对公司上心。 眼见着阿花两次加薪, 同事们坐不住了, 纷纷壮着胆子 在公司群里抱怨不公, 怪周瑜以权谋私。 然而, 周瑜的反应特淡定。 面对抱怨, 她只说了一句话, 以后谁能帮我哄老婆, 都可以加薪。 好家伙, 周总一句话, 我瞬间成了公司的保护对象。 皱一下眉头, 都马上有人跑来嘘寒问暖, 这哪是人过的日子。 不过, 若说插曲, 倒也有一个, 就是周瑜提着礼品上门提亲那天, 刚巧孙策也提着许多鸡鸭鱼肉来了。 孙策来时, 我爸妈正在厨房热火朝天地准备着饭菜, 我听见开门声走去开门, 一眼便看见提着大袋小袋的孙策。 孙策傻乎乎地笑着, 甚至还扬了羊手里的塑料袋。 小小, 这是我托人从乡下带来的走地机, 听说肉质特别紧实, 专门拿来给叔叔阿姨尝, 尾音没能说出来, 孙策拎着袋子愣在门口。 他的目光, 落在了一旁刚好从卫生间出来的周瑜。 愣了几秒, 孙策有些尴尬得泯泯唇, 小小, 你老板也在啊。 我和周瑜对视一眼, 周瑜沉默了一下, 还是走过爱, 把孙策迎了进来, 我已经和小小求婚了。 孙策拎着袋子的手僵住, 半晌, 他善笑一声, 好事啊, 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婚礼? 他轻笑着, 目光垂落到地面, 谁都看不清他的表情。 甚至,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问过一声, 我有没有同意周瑜的求婚, 他似乎默认了我会同意。 不过, 周瑜已经出现在了我家, 这结果也的确是显而易见。 我想开口说点什么, 可张了张嘴, 除了一腔愧疚,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孙策追了我很多年, 我明里暗里拒绝过很多次, 也明确表达过, 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可他每次被拒, 也只是笑笑, 说他明白, 只是想在我找到人生另一半之前, 再对我好一点, 再好一点。 他知道我家地址, 租住的房子也就在隔壁小区, 隔三差五地上门给我爸妈送东西, 小道鸡鸭鱼肉菜, 大道米面油, 以至各种礼品。 我家对门的刘阿姨都经常感慨, 她那结婚五年的女婿都没这么贴心。 每一次, 我推托不下时都会送回孙策等价的礼物, 可是钱债能还, 情债却没办法了。 这些年, 孙策虽然主动, 却从不语举, 不会以喜欢之名缠着我束缚我。 如他所说, 他只是尽他所能地在对我好。 也正因如此, 我才特别愧疚。 刚巧这时, 我爸妈闻声从厨房走出来, 看见孙策, 也都愣了一下。 小策呀, 快进来。 我妈最先回过神来, 朝着孙策招招手, 阿姨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 正好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孙策愣了下, 随后抬头笑道, 不了阿姨, 我就是来给你们送这鸡肉的, 是乡下的走地鸡, 挺好吃的。 说着, 孙策把两个大袋子放在地上, 我还有事, 就不打扰你们吃饭了。 叔叔阿姨, 我先走了。 说完, 孙策对着我和周瑜点点头, 转身下了楼梯。 我和周瑜对视一眼, 他拍拍我肩膀, 声音很低。 去吧, 总要把话说清楚, 我在家等你。 我追下楼去, 将孙策堵在了楼下。 追上他时, 孙策两眼红红, 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用手背在眼上用力一抹, 笑道, 风太大, 抿眼睛了。 可此刻分明就晴空万里, 没有半点风丝。 我叹了一口气, 孙策, 我, 我知道。 他叹一口气, 双手枕在脑后, 抬头望了望太阳。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也知道咱们不会有结果。 所以, 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纠缠, 只是想在你找到另一半之前, 尽可能地对你好一点。 阳光太过谎眼, 孙策眯了眯眸, 其实, 我就只是自私地 不想让自己留有遗憾而已。 我猝着没看他,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其实, 我也不知道自己此刻该说些什么, 怎么说都好像显得太过虚伪。 孙策却似乎并不需要我开口, 他笑了笑, 继续自言自语, 其实, 别看我整天开玩笑, 自称你们乔家的女婿, 但实际上, 我从没想过会和你有以后。 停顿了一下, 孙策转头看我, 轻轻笑了下。 其实他五官生得很好看, 不耍宝时也是个妥妥的帅哥, 尤其是那双眼。 大且明亮, 轻笑时, 眼底尚有星光。 放心。 孙策笑了笑, 抬手在我头上揉了一下, 我没事。 其实, 在很早很早之前, 我就做好了你恋爱的准备, 我一直以为自己 已经做好了准备, 可以很坦然地面对, 可以勾着对方的肩膀, 特别洒脱地告诉他, 要对小小好点, 不然我随时会回来翘墙脚的。 深吸一口气, 孙策低声笑道, 没想到, 真的等到这一天了, 我却又怂了, 只会红着眼逃跑。 孙策, 我低声开口, 其实你很好, 真的, 只是我们可能不太合适而已, 相信我, 你以后一定会遇见一个 和你互相喜欢, 又特别合适的女孩子。 嗯, 我知道。 孙策微微挑眉, 行了, 不用说这些安慰的话, 我没那么脆弱, 就是刚刚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而已。 沉默了几秒, 孙策忽然撸开袖口, 露出手腕上一根黑色的橡皮筋。 摘下橡皮筋, 孙策递给了我, 在你家地上捡到的, 让我偷偷留起来, 带了好几年, 现在还给你吧。 说着, 他笑了笑, 其实我见你老板的第一面, 就看出了你们互相喜欢, 尤其是你。 孙策把橡皮筋放在我掌心, 你那种眼神我太了解了, 一定是很喜欢, 才会露出那种渴望的眼神。 我也观察过它, 虽说性子别扭了些, 但是也是真的喜欢你的。 我低头看着掌心那条黑色的橡皮筋, 微微出神。 忽然, 孙策身子微微前倾了些, 低声说道, 以后我就不会经常过来了, 但是你们有事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给你说个秘密吧。 其实, 电视是会反光的。 说完, 他只起身, 轻笑着说道, 所以, 我其实猜到了你们会在一起,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而已。 孙策朝我摆摆手, 那家伙要是对你不好, 随时给我打电话。 话落, 他转身离开, 走得不算快, 步伐却很稳, 在我的注视下走出了小区。 我默默回想着他那句话, 电视是会反光的。 所以, 其实那天晚上, 他猛然喝的那一声, 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囚禁了, 而是他在电视里看见了正在接吻的我们。 是谁, 我会在哪里的声音, 他会在电视里看见了什么呢? 感谢观看